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康公司宣布只能在今年第二季度向欧盟发9000万剂疫苗 相当于预期中1.8亿剂规模的一半 新闻开始先来关心疫情 全球超过1.12亿人确诊 248万人病故 泰国总理舍弃中国疫苗自愿接种英国疫苗 菲律宾不让医护打中国科兴疫苗 向英国法国提议输出医护劳力来换取疫苗 在台湾的部分已经连续三天加零 没有本土和境外案例 陈志忠今天将说明外籍人士入境禁令是否会松绑 去年12月中旬美国开始大范围接种中共病毒疫苗 官方数据指出约10%的人口已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许多人正在等待第二剂的疫苗接种 然而CDC的报告显示第二剂疫苗的副作用比第一剂强烈 前进纽约街头来看看民众的反应 近日CDC发布疫苗试打首月出现的不良反应情况 这段时间总共接种了1370万剂疫苗 收到了6994例不良反应报告 其中9.2%被认为是严重的 此外第二剂疫苗的不良反应报告比第一剂还要多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头痛疲劳和头晕 对此纽约街头民众有人表示担心 也有人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认为因为我认为这个疫苗就出现了 你不会知道什么的效果是 我认为一些人觉得不疯独之后 但我认为我不管 我认为这些疫苗 我认为可能会出现了 但我认为了渐渐 任何人可以担心有关于其他疫苗 但我觉得整个人的重要性 提供的疫苗 比起来渐渐的 一天一片两个的 癒业或疯缘 已经施打过两剂疫苗的民众 表示感觉没有问题 CDC指出从数据看疫苗接种后的不良反应比例低 且大多数并不严重 新唐人记者王于赫奥利福纽约报导 台湾防疫指挥中心打算采购德国BNT疫苗 被爆受到中国总代理上海复兴的阻挠 台湾民间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 除了公开中国复兴实职控制人的统战背景外 也抨击前朝政府签订的两岸医疗合作协议 现在恐已成为中共打压台湾的帮凶 台湾采购德国BNT疫苗 被爆受到中国代理商复兴医药阻挠 台湾公民团体深入调查 发现复兴医药除了有中共统战背景 更透过马英九时代签订的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 进一步阻挠台湾 这位郭广昌持股85.29% 与王徐宾持股14.71% 是上海复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上层股东的实际控制人 而这位郭广昌先生不仅曾担任中国人大 更曾担任中共统战组织 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的第二届的副理事长 民团指出复兴医药不只有中共统战组织的背景 江米燕谈开股权结构 发现复兴医药董事长吴宇芳在复红汉林持有54%的结构 复红汉林更以100%全资拥有在台湾的汉林生计 马一九2009年开放中资来台 汉林生计才有机会在2010年成立 赖中强更抨击前卫生署长杨志良的两岸医疗合作协议 更是将台湾绑进大中华的始作用者 在这个协议里面就约定说 双方同意会在疫苗研发合作 会在临床试验上市前的审查合作 这些条文都被复兴医药拿来跟德国人证明 他有权在台湾申请临床试验 主办单位呼吁投审会应该重启调查 并呼吁卫府部未来核准中资新药 应该加上不得又矮化台湾地位之宣传 否则撤销许可 新唐人亚太电视 赞英豪正如台湾台北报道 路由会主委邱泰三昨天上任时 针对九二共识表示 中共做了新的加注后 已让台湾民众无法接受 希望双方能务实判断未来的交流 对此前总统马英九今天受访时提出反驳 我觉得是他们找借口 因为我八年执政 十四九二共识 使得两岸能够和平繁荣 并且稳定了我们的外交关系 他们做不到就不愿意做 这是不对的 到现在为止 他们拿不出任何替代的方案出来 如果还要这样批评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另外美国军舰本月两度驶入南海 在挑战中共扩张主权的行动 马英九周一时也抨击美军有损台湾权益 要求执政党不可沉默 对此立委陈廷非周二表示 如果把马英九的名字遮起来 我还以为这段话是中共国台办说的 马英九看到中共已经跪在地上 跪到都破皮了 立委陈伯伟也抨击 马英九们不谴责中共平凡击略 却去阻碍潜舰国造 阻碍美国巡航南海等等作为 都是要为共飞统治南海 捏死台湾铺路 国际消息来看到 23号美国总统拜登和加拿大总理 杜鲁道举行视讯双边会议 这是拜登上任以来 第一次以总统的身份 与外国领袖进行双边峰会 先前外界关注双方是否会谈到 拜登上任后取消的美加输油管计划 但两个人在声明中都没有提及 23号美国总统拜登和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举行视讯双边会议 这是拜登上任以来 第一次以总统身份 与外国领袖进行双边峰会 先前外界关注双方是否会谈到 拜登上任后取消的美加输油管 基石XL计划 但两人在声明中都没有提及 但杜鲁道仁强调美加两国在能源方面的伙伴关系 对边界居民的重要性 拜登在声明中表示 美加两国要更好地与中共竞争 并重申支持释放被中共拘留的加拿大人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慈玲综合报道 前美国总统川普向脸书监督委员会 递交申诉书 要求重新加入脸书平台 脸书监督委员会联合主席 前丹麦首相施密特受访时表示 这是非常受到矚目的案子 目前还在进行审查 已经收到成千上万的公众意见 Donald Trump has finally, you know, obviously been taken off Facebook and the board is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he can return we've been advised by a member of the board that he's submitted a statement of appeal when do you expect to reach a decision? We're looking into this case we have in all cases given ourselves 90 days to look at them I know that sounds like a long time but sometimes you need translation you need experts from outside to help you we are open for public comments about this particular case so we have also invited the public to comment on this and I can tell you we've already received public comments in th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n this case 23号美国联邦参议院就1月6号发生的 国会冲击事件举行公开听证 调查为安舒适 美国国会警察局前局长桑德出席 并表示情报系统没有给出正确的情报 The assessment indicated that members of the Proud Boys white supremacist groups Antifa and other extremist groups were expected to participate on January 6th and that they may be inclined to become violent based on the intelligence that we received we plan for an increased level of violence at the Capitol and that some participants may be armed but none of the intelligence we received predicted what actually occurred they came with their own radio system to coordinate the attack and climbing gear and other equipment to defeat the Capitol's security features I am sick in what I would 在1月6号国会大厦发生冲击事件的几天后 桑德辞去了他的警察局长职务 但桑德表示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武装卫士 在1月4号没有对他们发出的援助请求做出回应 他还曾请求国民警卫队进行协助 但也遭到拒绝 桑德建议简化程序 使国会警察局长在紧急情况下 能够拥有相应的权利 拜登上任满月 但他的部分内阁提名人具有争议 目前只有6人遭到参阅的同意确认 有75名国会共和党议员已经置信拜登 敦促其撤销任命加州总检察长贝塞拉 作为联邦卫生部长的提名 本周拜登政府多名内阁提名人 均面临参议院听证确认或投票表决 周二参议院健康教育委员会 对充满争议的卫生部长提名人贝塞拉举行听证 此前一天 以柯顿为首的11名共和党参议员 和64名共和党众议员联合致信拜登 敦促撤回对贝塞拉提名 信中说 曾任加州总检察长的贝塞拉缺乏医疗经验 热衷于用政府营运的全民医保取代私人医疗保险 并拥护移民、堕胎和宗教自由领域激进政策 使他不适合担任任何公众信任职位 尤其是卫生部长 另一名可能在参议院卡关的 是白宫预算管理局局长提名人坦顿 作为左派智库 美国进步中心主席 坦顿不仅积极推进激进左派议程 还常在社媒平台上 对前总统川普和共和党议员 发表尖酸刻薄评论 目前已有包括民主党议员曼钦在内 四名参议员反对这一提名 美国保守联盟等团体也联合声明反对 称坦顿为社会主义倡导者 周二参议院以78对20 通过由托马斯·格林菲尔德 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他曾于2019年在孔子学院发表演讲 赞扬中共对非洲投资而广受批评 本周还有拜登提名的司法部长 内政部长、中情局长 及美国贸易代表等部长级提名人选 面临参议院听证确认 迄今拜登就任一月有余 15名内阁成员中仅6人或参议院确认 进度明显落后几位前任总统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台积电、联电、世界先进 昨天开始启动水车载水措施 凸显这三大半导体指标场 提升水荒警戒层次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 拜登最快本月会签署一项行政命令 与台湾、日本和南韩等国家合作 加速打造生产晶片和其他具战略意义产品的供应链 降低对中共的依赖 美国财政部次长提名人艾迪耶摩 周二暗示 新政府有可能引诱川普时代的投资禁令 来惩罚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北京 花旗银行今年二月以确保债权人权利为由 正式向法院上诉 要求紫光集团偿还2亿美元债务 外资警告将会有更多美元债受到影响 并波及海外市场 去年已有70亿美元的违约规模 今年恐怕还会更高 新唐人给他电视整理报道 中南海附近发生的爆炸案 中共的焦虑紧张将持续到年底 担心江泽民家族遭清缴 孙子将资产转移 更多新闻内容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谁说酷霸不能下厨 健康料理也可有好时光 本用第一道出榨苦茶油 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以及多上营养成分 煎 煮 炒 炸 样样都美味 妈咪孕齐保养 也照顾孩子们健康 享受第一道出榨的美好 有好时光 立伟奈米 拥有独家奈米分散技术 提升产品功能表现 生产各式高品质奈米材料 应用面多元 不论半导体领域 或生技防疫产业 皆可提供应用技术咨询 及解决方案 专业先进 独步全球 立伟奈米 早餐时刻 Time to Coffee 迎接一天美好的开始 上班时刻 Time to Coffee 忙碌的日子里来一杯疗愈 暴时时刻 Time to Coffee 享受悠闲的下午茶约会 与您相伴美好的生活时光 属于全家人的咖啡时刻 PGC 台湾Good Coffee 好用耐用 你会爱用 夯伯精体厨艺捡 生食熟食 轻松料理 优雅下厨 厨房的好帮手 大师们的最爱 好用耐用 你会爱用 夯伯精体厨艺捷 赶快去网址 马上学点PW 免费学习吧 23号上午8点多 北京西城区得封餐厅 发生爆炸事件 地点距离天安门 以及中南海新华门都很近 官方称有7人受伤 但有网民说 有一位女性民众在事故中身亡 昨晚相关网络影片已经被删除 24号上午 中国媒体几乎不再有更多的跟进报道 伤者身份仍然不明 官媒称这家餐厅仍在年节放假 是液化器安装过程的意外 有网友评论说 爆炸的建筑粉碎 里面抬出来的伤者血肉模糊 但周边的建筑物却损毁甚为 怀疑是蓄意爆炸案 有分析指出 不能在当地四合院内居住的人及营业者 非富即贵 每栋四合院价格至少一元人民币起跳 不过目前对于经营者的背景也没有更多消息 梁慧前夕中南海附近的爆炸案格外敏感 由于今年适逢中共的建党百年 北京如临大敌 两会用车必须过37道的安检 所有驾驶员必须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查 且要全部接种疫苗 中共全国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 将分别于3月5号和3月4号在北京开幕 今年不仅疫情严峻 又被当局加上建党百年和所谓十四五开局之年的政治色彩 令各部门如临大敌 中共国家邮政局2月22号发通知 要求确保基地管道安全 从2月25号到两会闭幕的第二天为止 进京邮件快递要全面二次安检 并要求各级邮政管理部门 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山西、山东等 各地邮政管理局协调联动 全力构筑环京基地安全护城河防线 除了邮件安全外 两会用车安检则必须要通过37道关 检查内容包括车辆资质、外观、安全性能等 北京市交管部门21号已经在亚运村机动车检测厂 对两会车辆逐一进行了全面体检 驾驶员也要层层选拔 并通过政治审查 这些都是具有多年执行重大活动经验的司机 在两会前已经进行了防恐、防暴和疫情防控等培训 并且全部完成了疫苗接种 此外 今年的两会也不会邀请境外记者进京采访 只邀请部分在京的中外记者通过网络、视讯和书面方式进行采访 有网友嘲访 两会还没召开 北京已经如临大敌 到底怕什么 他们对自己的盛会还要进行这样的严防 正说明他们脱离人民、脱离社会 只是自娱自乐的那么一个形式上的重大治国的程序吧 好像权力都是人民代表的 实际上哪个人民也没有一分一毫的权力被赋予这个会议 所以他们现在非常紧张 每当这个会都紧张 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说 因为中共不是民意的代表 他当然要提防民意了 万一再出一个上海习经主角杨佳这样的人物 就不好办了 另外一个呢 也说明这个疫情啊 在北京还是很严重的 在全国也是很严重的 如果不严重 他不会这么层层的检查 而且还要接种疫苗 现在北京的警察早都接种了 去年就接种了 这个疫情呢 他也不是怕传给老百姓 他是怕这个疫情传给代表 这种紧张状况 今年可能会持续 因为两会结束后 7月中共会搞建党百年活动 年底还有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要决定二十大的人选 人事上要基本上定盘 所以今年一年都是非常严格的 我估计这个邮件审查 一直到所有的服务性的人员 包括送快递的送邮件的 都要接种疫苗 这也就说明他们这个情况 可能一直要持续到年底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 所创立的私募资金公司博裕资本 近日被外媒爆出 已将部分业务从香港总部 迁往新加坡 报道指出博裕资本 这次移往新加坡 主要是担心94岁的江泽民的相关变数 让家人与亲信遭到诊塑 外媒报道有消息人士称 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孙子江志成 所创立的私募资金公司博裕资本 已将部分业务从香港总部迁往新加坡 报道指出 博裕资本自2019年底开始逐步移往新加坡 主要是担心94岁的江泽民出现变数 家人与亲信恐遭到清算 2010年博裕资本成立于香港 联合创办人除了江志成以外 还有佟小萌张子兴 以及已过世的张雪珍 报道指出 佟小萌近期获得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 并在一家同样叫做博裕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CEO 而另一位创办人张子兴 据传也已经移居新加坡 博裕资本也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蚂蚁集团的幕后投资者之一 2012年博裕资本连同中信集团等组成的财团 购入阿里巴巴约5%股份后 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获利胜丰 之后博裕资本又透过私募基金北京金管 持有蚂蚁金服近1%的股权 成为蚂蚁十大股东之一 不过蚂蚁的招股说明书 并没有提到博裕与北京金管的合作 新唐人展台电视 王冠林 叶云辱整理报道 江启臣和柯文哲同台预告蓝白的政治合作吗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有好时光 沉传百年料理界的经典时尚 源自百分之百苦茶子 1825天的成长 336小时的阳光 24小时精纯功法淬炼 滴滴鲜榨而成 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等多项营养成分 煎煮炒炸都美味 全方位的健康好油 有好时光 百分百成仙苦茶油 来自木都的木器工艺家 承传鲁般精神的玄卯工法 截取古人的智慧 使法自然 结合在地文化特色 创作出台湾原创精神的生活艺术品 实用美观 一气多用 品木箱 明茶箱 以在地才传降诗音 品台湾味 木阶茶道 T&Wood 今天要煮什么呢 我们控管最好的水质 飼料中添加优质益胜菌 我们从产地吃 送最经济美味的酵素鱼 我们帮你把吃都拿掉了 我们还有酵素虾 火腕优胜油风 使用进口原料制成 已开发上万种产品 油风能够确保机械 正常安全的运作 组绝外界污染物 并防止漏油 融合ISO品质保证 客制化一条龙服务 谈判制造专业第一 火腕优胜油风 跟你来看到 今天国民党主席江启成 以及身为民众党主席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两个人在国民党举办的论坛同台 让外界市相当关注 是否预告蓝白合作 对此两个人不否认也不承认 都是强调议题合作 无关选举 来宾排排站合照 其中国民党主席江启成 和台北市长柯文哲 两人成为媒体焦点 柯文哲虽然不是以民众党主席身份 出席国民党举办的论坛 不过两党合作的议题还是受到关注 在台湾我就是这样 每天要么谈选举 要么谈意识形态 奇怪 其实民生议题还是要拿出来讨论 我倒觉得这样 对我来讲 你只要讲民生议题 部分党派我都可以来参加 尤其在立法院当中 我们作为在党 我们跟其他在党 本来就是在议题的合作上面 我们是开放的 我们也不会去设限 政党的这个议题上面的一些讨论合作 他跟我们地方选举实际上是不相关的 但媒体关注 外界分析台北市选情 不再是传统的蓝大余虑 这次江启辰邀请柯文哲来参加论坛 是不是想借此拉台声量 我应该不需要吧 基本上我们就是很简单的思维 希望这一天的这个论坛 能够邀请我们在野的各个政党 一起来参加 你选举还早了 我们看台湾的选举 风向三个月就已经换来换去 所以我都觉得这样 每天认真过日子快乐过日子 真的要选举最后半年差不多了 江启辰强调 在野党应该发挥监督跟制衡作用 如果在野党能借由讨论产生共识 对监督执政有帮助 政党间可以讨论议题并沟通 甚至有相互合作 不过这不能跟地方选举一概而论 在选举上 政党以确保候选人胜选为目标 新常人雅台电视 齐千里黄彦玲 台湾台北报导 前任行政院发言人的政务委员 罗秉承今天接受电台专访 主持人多次询问 院长苏贞昌会不会选总统 罗秉承说 相信苏贞昌不会选总统 如果他选总统 你觉得他 你相信他是不选总统对不对 我相信 你相信 我相信 你们私下有聊过吗 没有 我们私下没有聊这问题 老师跟院长相处 我们在很多的事务政策上面 如果能够一句话讲完 不要讲三句话 有的五四三要不要说太多 院长我的观察老实讲 他几乎是 整个生命奉献在这个职位上 我的看法是这样 他有足够的热情跟使命 需要做到总统才能够这样献力吗 对于苏贞昌撤换国营事业董事长主持人周玉寇说政坛盛传 苏贞昌掌握资源有力争取总统 对此罗秉承说这是外界揣测过度推论 罗秉承说苏贞昌对国营事业的人事安排是依据个人能力 外界将人士与选总统连结在一起 是毫无根据 为真相护航为沉默发声 以上是今天的新唐人五件新闻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唐杰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